手机游戏宣传场合 怎么走出来一串怪怪的五妹娘 原来代言人是范冰冰啦 配合她最近走红的古装剧 场上也玩起妹娘梗 不过这些反串妹娘 真的让人看傻眼 你们相信吗 你是怎么就能够练成这样的呢 亏这位男版妹娘 还能挤出事业线 让本尊范冰冰看了 也忍不住扑吃 话说这处古装剧 不仅话题十足 收视表现也是超抢眼 让发行公司唐德影视赚大钱 唐德最新发布的2015年 第一季度盈利是2850万 到3150万人民币 比起去年同期亏损 千万人民币的状况 整个转亏为盈 靠的就是这一出人气大戏 看到赵薇 然后好多年没见 大家再见 还是很亲很亲 事实上范冰冰本人 和小燕子赵薇 都是唐德影视的股东 两人还在今年初 唐德的上市仪式上 手牵手露面 范冰冰主演的戏剧包红 不仅让唐德影视荷包满满 范爷自己也受益 再次验证明星投资影视公司 鱼帮水水帮鱼的道理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